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老婆子 我这辈子 欠你欠的实在太多了 我都跟你过了大半辈子了 你还说着 没闲没胆的话干啥呀 你还在跟我生气 生气 那下辈子你还嫁给我不 不嫁 不嫁 你不嫁给我 我要嫁给你 这样我就可以今天给你洗酒 做饭 洗衣服 他也不嫁给你 他不嫁给我 他不嫁给你 我还不嫁给你 他很想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 快 王总被你先拿 阿姨 给他快点 快 给他快点 快 快 天举 来啦 天举 看这雨下的事态太大了 赶紧同学跟家客户 准备转移到高坡上去 我去旁边落下看看 永亮 师叔 情况怎么样 这窗户有点漏雨 我当把他堵上 好样的 来看看房顶 看漏不漏 放心吧 师叔 一定要保证孩子有地方上课 好嘞 爹 不行啊 你上哪儿呢 你上哪儿呢 我得拿出来啊 不要扔了 我得往下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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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爹 二叔 二叔 我爹就是为了抢房子里那 半口袋裤桥 才 才被泥湿流埋里了 爹 兄弟 都怪我 爹 怪我没等好这个知识户 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你放心 我会 我会好好地照看你们家的人 让他们 过上好日子 让咱尊人的人 都过上好日子 爹 今天开个村党支部会 这次暴雨 我家海雀损失最大 现在好多户人家都断粮了 你们都说说 有啥好办法能够帮帮大伙 我家也断粮几天了 吃野菜都没有严 我看 要不让大伙出去打工 都要有点生活费吧 那要是这样 整个催呢不就散了吗 那不行 这个时候 大伙不能走 二云 你也不要太难过 你等着 我去打工 帮你把麻家的棺材捡换 麻老儿是想让我们一千还者 就嫁给他 但是阿亮哥你放心 我嫁猪嫁狗 都不会嫁给他那样的人 我知道 但是这事不能多乱 那怎么行 你要是走了 还这么怎么办 你也想顾了这么多了 你也想顾了 二云 我要先救你 我不能眼前你跳过坑 你先别急 知书说 一定要给咱们海雀人 找到一条出路 不让大家饿肚子 乡长 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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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说你 对 我是乡长陈曼勇 好好好 知道知道了 我这里还有事 好好好 乡长 乡长 行了 不是 你们不能一个个说呀 这乱嚷嚷我 那倒是听你们谁的 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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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先说 乡长 我们村情况更严重 三户房子倒塌 多所房子漏水严重 村民啊 普遍缺粮 你能不能赶紧给我们想点办法 拨点救济粮啊 梁阳 乡长 老文 快来快来 老文哪 你这儿距离最远 条件最差 说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海穴村 这次泥石流损失很重 死了一个村民 还有 还有什么 说 还有我们的锻粮户 已经有十几户人家了 这回无论如何请求你 给我们再批一点救济粮吧 你们也都知道 和这儿县是贵州省有名的平村县 咱们乡就是咱们县最穷的地方 你们村的情况 咱们县还有好几个 救济报告 我早就打到线上了 我这心里也急呀 还要再说了 村阶前刚给你们发了一批救济粮 国家再有粮 也会被掏空吗 相当委已经决定 排乡里干部到你们各个村区了解情况 到你们海穴村 是林业站的罗站长 具体情况 你向他反应好不好 等高看海阙 满山一片黄楼 少女藏山顶楼 阳面晒太阳 无影折袖处 看见心就凉 噩梦惊风雨 流沙作泪行 谁给绿叶片 愿作假衣裳 愿作假衣裳 假衣裳 这回大水发得这么厉害 你还有闲工夫唱歌 你把我家海穴村 这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唱得是满世界都知道 我知道 当年的海穴 那不仅是森林成片 而且还有三个天然湖泊 还是好多候鸟的栖息地 海穴也因此而得名 这谁都知道 要想恢复当年的海穴 只有种树 大伙才有希望 你说得对 只有种树 恢复了生态环境 海穴才有希望 我们去年人均收入 才33块钱 哪有钱买你的树苗 你要是真的想种树 树苗我免费给你 免费 哪有这么好的事 你别哄我了你 你要是真的种树啊 乡林夜站 就免费给你提供树苗 种树 文芝叔 你明天玩笑吧 大黄鹅的时候 这样了还种树 来 大伙叔 种树能到败是吗 不能啊 对 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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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叔 你说到乡里去药粮 药倒没有啊 我去药了 政府说有救济粮 可掉粮需要时间 这不行的话 我们自己到乡里去 走 我们出去 走 都别走 都别走 李老师 你好歹也是个村民组长 你又带着大伙这么干吗 我带哪个头了啊 我怎么干了 我跟你说 这个组长我不当了 那还不行 李来洗李来洗 有话好好说嘛 闹啥闹 说什么说 说什么怎么干 走 你们想想 咱们海叶村 再这么穷下去 你家 我家 和在场所有的人家 还能活多久吗 国不长 你们大家都知道 咱家海叶过去是 有山有水 有树有林 到处都能打猎 咱们现在闹的是 每年要靠吃国家 救济粮活着 咱们要想活下去 就得种树 山上有树就能保山下 有树就能有草 有草就能养牲口 有牲口就能有肥 有肥地里就能长出庄稼 有庄稼 大家就就都能活 仇勇 你别跑了 仇勇 仇勇 你别跑了 别跑了 你别再跑了 你就该死在这儿 咱还不要动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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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吃饭 快吃饭吧 都热两回了 你们说 我今天说中树哪点说错了 他们那帮人怎么就没一个能听得懂呢 爸 这个理啊 其实咱海权人都明白 可你这一失半会儿 让他们按你说的这么做 好难哪 难什么难啊 不就是拿这个 拿个厨头到山上刨个坑 把那个树苗给放进去 把土填上按实了 这难吗 爸 娘儿先吃饭吧 我不想吃 爸 你今天要是把这碗饭吃了呢 说不定 我们有个什么办法还能告诉你 好 不吃吃饭 回来 你说你有办法 啥办法 吃饭 你吃饭 你吃了我再吃 你吃了我再说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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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了 你那一套又法了 长串门 办政策 办急事做实伙 找路子 不苦熬 不苦熬 爸 吃饭吃饭 爸 你就吃吧 你就吃吧 其实啊 我跟我妈都商量好了 我们帮你去串门子 帮你把那种树的事办好了 原来是你在捣鬼啊 行了 爸你都吃了 慢点 慢点 吃了 师叔 我妈不行了 师叔 啥 你妈怎么了 我妈不行了 慢点说 你妈怎么了 我爸说饿死了 师叔 走 带我去 等等 等等 老公 拿着 拿着 你还愣着干吗 拿着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厉害了 赶紧走 来 妈 文哲叔 给咱送东西来 给咱送池的来了 妈 妈 再喝一口 来 慢点 同学们都非常棒啊 那我们下一节课呢 是体育课 大家都要出去锻炼 男生呢 扳杠和跳绳 女生呢 跳格子 好 老师 我能不能不上体育课呀 为什么呀 我饿 我也饿 我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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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体育课改成自习课 体育课改成自习课 你再来了 给 我吃一个 给妈一个 剩下的 剩下的你拿回去 你就拿着吧 真不用 拿着 你和你妈还没吃呢 拿着 来 同学们都出来 来 往前呢 对 来 后边的来都出来 来 来 拿着 吃 给 来 拿着 给后边的同学分一分 吃吧 吃饱了 我们才有力气上体育课 吃饱了 你也去一个吧 超容 我对不起你 你对我有啥对不起的 你是大伙选出来的 看你这么一走 很可能会伤了他们的心 可 我真是没办法 我知道 你走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你替我把它交到箱里吧 你自己在外面 等心点 等挣到了钱 早点回来 我们会等你的 去吧 这有何事啊 看看这 请 谢谢 山牛师傅 这是个什么村子 那是海阙村 海阙村 这名字挺怪的 什么意思 海穴是梨语 意思是湖水灌注的地方 是指海子的意思 小舅师傅 你专心把车修好 我过去看看 好嘞 别动 马香 这是海穴村吧 对 你是本村人 我是这是春之书 我叫温朝荣 温之书 你好 你好 我是新华社来的记者 我叫刘子复 你到我们村来是 我刚才路过 听到了一首歌 过来看一看 什么歌 谁家姑娘嫁不掉 不要去海穴山沐 温之书 我想请您帮我找几个 生活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人家 我就看一看 这是安美珍的家 二嫂 省里来人看你了 大娘 你们家平时就吃这个 这个裙子穿了好几年了 真是没两件人呢 家里只有这点土豆 没有别的粮食了吗 早就没了 几个月前村里发救急 文书记把他家的给了我们家 就这也就待了五六天了 家里几口人啊 三口 两个儿子都三十多了 因为家里穷 一直滚贯 老伴儿 那老伴儿呢 前年上山子才有 没了 这三口人 两个碗 我有这个 哎 海球足平子哟 乔子娘娘过日子 哎 阿罗罗来 要吃饱不放油 除非西风作月 阿罗罗来 要吃的米放油 除非夏北雨 夏北雨 你看 你还想要了解些什么其他情况呢 我现在就想知道 村里的这些情况 乡里了解吗 了解 可是我 了解 可是 你是不是欺上瞒下 报喜不报忧啊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不是那种人 我怎么说话 你不是那种人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你自己看看 村里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还有脸说 你自己是个村支书 你这是失职 简直是犯罪 你不配当这个村支书 甚至 不配共产党员这个称呼 刘介诚 你不该说这种话 我配不配当这个共产党员 我的良心可以作证 你可以说我失职 你也可以说我无能 但你不应该怀疑我这个党性 那好 我问你 你敢不敢带我去你家看看 去我家看啥 我就问你敢不敢吧 你跟我走 李明珠 李明珠 家里来客人了 这是从省里来的刘记者 你好 刘记者 你 老头子 你说这省里边来人 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你说家里边要什么没什么 怎么招待人家省里边来的人呢 你这 他这是突然来的 我事先也不知道他会来 大嫂 你 你不许说话 大嫂 你们家平时就吃这个 是 还有别的吗 你别看他 回答我 还有别的吗 有 去 给我拿出来 拿出来 刘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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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够 我们家还有那个下蛋的鸡 我去抓去啊 大嫂 你误会了 我不是来吃饭的 对不起了 温 对不起了 大嫂 文哲书 文哲书 咱们海雀村怎么能穷成这样 他们说我们这叫什么 科什么地 卡斯特地嘛 对 卡斯特地嘛 就有外国专家已经说过 卡斯特地貌 水土流逝严重 根本就不适合于人类居住 可我们这儿过去不是这样的 过去的山上也是有森林 山下也是有湖的呀 那后来全是人给毁了 全毁 是啊 这海雀村 断粮 断盐到这种程度 我也真的没有想到啊 所以外面人都说 我们这儿路难走的是鬼都愁 日子过得是 饿死牛 好一个库家天下的海雀村啊 也真难为您这个村子输了 我这个支出没当好 我没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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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新华通讯社 我是新华社贵州省分社记者刘子复 贵州省赫章县 各族农民中已有一万两千户 六万三千人断垂或即将断垂 恒地区四方乡 苗仪杂居的海雀村的三个村民组中 十一户农家 家家断垂 少数民族十分困难 却无意忍满任国家 谁呀 支书啊 吓我一跳 咋不支一声呢 什么 这树全是你种的 嗯 我说你怎么突然想起来 来种树了 支书 我想明白了 你说的对 你会种我 我看看 你看看支书 乡里说当今有急事 让你马上过去一趟 我知道了 县长 听说你找我 进来 来 文朝容啊 文朝容啊 你胆真肥呀 啊 你这吃了暴走蛋了 你这回你闯了大祸了 我告诉你 啊 县长 我怎么闯祸了 那个刘记者到你们村去过吧 对 他把你们海雀村的事捅上了天 这回可是出大事了 啊 我告诉你 你这回你闯了大祸了 县长 请走之上撤我的职吧 你以为撤你职就了事了 我告诉你 之情没那么简单 来人 县长 什么事 倒水 是 县长 给他 请 请 吓吓 吓吓 你笑什么 坐坐坐 坐呀 紧张了吧 害怕了吧 吓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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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我到县里开会才得知啊 你们海雀村的事啊 这回是通上天了 一封内残 直接递到中央书记处 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 亲自辟试 哎 这下子就是咱们全省 就是咱们乡 就是咱们海雀村呢 省委省政府啊 决定 由省长亲自带队 对城里八个工资组 下到基层 调查老母亲缺粮的事 这下子 咱们全省能得到多少救济粮 对了 你马上回去 告诉村里那些缺粮户 马上到香粮库里粮吧 你发什么呆啊 你说这些不是又在跟我开玩笑吧 哎呦 你还傻的 我跟你说 刚才我这给你开玩笑 这会儿 这会儿 他们在这儿呢 啊 太好了 那我马上回去 把大伙儿组织起来 回来 少文啊 你说过的话我可记得呢 啥话 咱们农民养活不了自己 光靠国家救济 咱在心里的羞恶 关键是要靠自救 要靠自己 你想着 这话我没忘 啥事这个笑抽了你真是 有粮高兴 我可以用这些救济粮 用成派大用成了 什么用成 我可以借这回发救济粮的机会 把大家竹子起来 再种着几千亩树苗 几千亩树苗 哪儿来的树苗 连栈的罗战长啊 他跟我说只要我肯中 他就说他可以给我免费提供 所有的树苗 不要钱 要多少给多少 那你拿啥运呢 牛车马车呀 牛车马车 那么远山路能运过来 别让你别让你 拿开死 他先帮你想办 把弄柳台出垃圾 先帮你运用 以后再给你叫 校长 太谢谢你了 枯杰 让他抢 赶快 你抢 自己快点 你走 我抢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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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天哪 爸 爸 等我 停下来 把他放下来 放粮 快 把粮子送回去 不送是不是 如果你们不送回去 你们就别想领救济粮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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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叔叔回来啦 闻叔叔 你可回来了 大伙都大半天了 你看 乡亲们 叔叔 这都等了一天了 你快点发粮 这孩子还在叫 我知道各家各户都在等你下锅 但是今天在发粮之前 我有一件事要跟你们说说 爸 今年领救济粮 有新规定 除了保持过去的老规矩 凡咱村青壮年 领一斤粮 就要种二十棵树苗 凡是今天领了救济粮的人 明天一大早 就跟我上山种树 不想种树的 就不发救济粮 这粮是都是政府给的 又不是谁私自给的 李岚喜 你刚才带头抢粮的事 我还没给你算账呢 你说这一种话 不觉得凶吗 这些粮是哪儿来的 这些粮是那些 跟我们一样的农民 辛辛苦苦地种出来的 他们凭什么 老要救救我们呀 咱们也是农民 咱们为什么不能 自己种粮呢 老这么少政府要粮 不觉得凶吗 中树了 中树了 找出来中树了 中树了 来了 中树楼 李来喜 起床了 起床中树了 不中不中 李来喜 你先帮我一块儿干 我有话跟你说 李来喜 天君 去中树 不中不中 我跟你说啊 你要不中树 就把救济粮退出来 分给那些中树的人 天君 你要救济粮是吧 在包房里 你去拿了 李来喜 怎么说话呢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中树 我就会把你拉到牢房里 只把你的仇实给吃了 是不是 行 志叔 我开玩笑的 马上就去 快把你除了都带上 给我中树去 下一下 陆天坤 你 起来中树 你不中树 反正就尽量退回来 撑着没有啊 不用千坟 你这把破斧 你这把破老娘 你这把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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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你住手 别打了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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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了 老师傅 看我们收拾你 放开 别 别 喂 志叔 喂 志叔 我不能打你呢 二人某 你这狗混蛋 志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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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们来了 快 志叔 我们知道错了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 没什么 我觉得好多了 以后啊 像这样冲动的事 不要再干就好了 我知道了 这是干什么 志叔 婶儿 这鸡给志叔补补身子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 你们糊涂啊 这是你们孩子一年的课本钱 你们 一定要保证让孩子念书 知道了吧 志叔 我们错了 明天我们就去种树 种树 种树 你要的火烧好了 快点 哎哟 这火太大了 干什么 干什么 我给你煮俩鸡蛋 哎 你给我煮什么鸡蛋 你不是伤了 你仰仰身子 我已经好了 哪儿好了 你看 乌疼了 咱不说好了这鸡蛋 是留给那大姑娘 伤害 你看你 这坐月子又不是一两天的事 啊 啊 我 生 优优独播剧場 把這個種上啊 做吧 趕緊做好了 把它給下輔出來了 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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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月 二十月別給劫走了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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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月 快救我 快救我 二十月 你們打來我們海雀村搶人 怕你們不想要命了 就是 誰是我搶人了 你們在荒天化日之下 這麼幹 就是搶人 簡直是無法無天 你是哪個 我是海雀村之叔 溫朝容 我們苗族 按照自己的風俗搶親 關你什麼事啊 我們也是苗族的 苗族那是你們家搶親的 是 是 是 知道你們苗族 有這個搶親的習慣 但也要他的同意啊 他同意了嗎 是 他同意了嗎 溫之叔 你怎麼知道他不同意呢 看看這個 念 甲方 馬老二 乙方 二月 因乙方父親馬保羅死了 需要向甲方購買棺材一口埋葬 提價一千二百元 定於本年十月二十八日還款 如果到妻沒有還錢 以方自願與甲方結為夫妻 馬上到甲方家完婚 絕不反悔 二月 是真的嗎 是啊 二月 是真的嗎 是啊 是啊 聽清楚了吧 是他自願的 馬老二 二月的錢 我還 來 有料 就這點錢 打發要犯的呢 有料 馬老二 我殺了你 別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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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不要走 馬老二 二月簽你的錢 我還 我們還去存還 你們海雀村山不長樹地不長草 連死了都沒錢買 你拿什麼還 弟兄們 如果說他沒錢還的話 是不是拿他們村的姑娘過了抵債啊 對 住手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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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們 住手 住手 兄弟們 老老二 那錢 我三天之內給你送去 你把二月給放了 好 三天之內 我要收不到錢 你 和你全家 以及你們村的所有人 都要遭大漾 放人 雲霖 二月 放二月 走 走走走 快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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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没事吧 二月 你怎么在这儿 我刚才 在路上看见你的大脸 下来就看见你躺在这儿 你干什么事儿呢 我到外头借钱去了 借到了吗 没有 你会已经 在这 这钱得拿着 不 你拿着 不 实在不行 我再跟着拿 来 二月 你回来 后天就要到期了 再借不到钱 二月怎么办 这儿 明天 我再去别的几个村试试 这钱一定得借到 三天之内 我要收不到钱 你和你全家 以及你们村的所有人 都要遭大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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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 你等我 等我挣了钱 把你借回来 二月 你等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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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我要王老师毁了 秦桓 你看好看吗 好看 谁不知道我媳妇 是咱姨家第一侨女啊 手巧搁好 人也长得翘 就是你嘴甜 爸 爸 你下这么大鱼 你怎么来了 刚刚到你门口再跟着下来 爸 来 这里坐 爸 还没吃晚饭吧 吃过了 你怎么样 我挺好的 有什么急事啊 没急事 不过呢 我爸倒是有一件事 想要你帮个忙 您说 咱小学校的老师王有亮 家里有点事 走了 现在留下一大帮孩子 没人教 看着那帮孩子 挺可怜的 我想请你回去呢 带几天课 就几天 爸 采运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这恐怕不行吧 我知道 不过爸实在是没办法呀 你们姐弟几个 从小啊 就属你学习好 要不是因为当时家里实在是困难 还要供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念书 我说什么也会让你把高中念完的 我不会去的 您可知道 当初我考上县高中 我多么高兴了 可就您一句话 为了弟弟妹妹 我退学了 那天我从学校出来 我不敢见人了 我走在回家的山路上 我不知道我的前程在哪儿 我没法见人 我正像一头追死在山街里算了 到那儿以后 我不敢开学校 也不敢听学校里读书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干活 闭上眼睛睡觉 不默地干活 干活 阿达 这都是爸不好 是爸的错 我恨你 我恨你 是你 是你毁了我的前程 是你毁了我的前程 我自从有了孩子一错 我就更恨自己了 我怎么能生出很恐怖的念性呢 他 他 财源 你们别再说了 是爸对不起你 学校的事 你就不用管了 我回去想办法 我走了 爸 我送你 来 来 同学们 今天的课 由我来上 我来给你们上什么呢 算盘 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算盘 这可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 用它加减乘除 什么数字都能算 这些是语文课 上节课王老师还没教完呢 老师爷爷 给我们讲讲语文课吧 给我们讲讲语文课吧 那语文课上什么呢 我们上的是 呃呃呃趋向向天歌 王老师要给我们讲作者的故事 老师爷爷 你知道作者是谁吗 作者 爸 我来吧 彩云 爸 作者罗宾王 作者罗宾王 爸 我来吧 彩云 我的祖国是中国 我的祖国是中国 我的家乡是海雀 我的家乡是海雀 我爱我的祖国中国 我爱我的祖国中国 我爱我的家乡海雀 我爱我的家乡海雀 真没想到才一个冬天 你就种了这大片林子 而且成活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好啊 了不起啊老文 我还以为你今天来要批评我呢 批评 我表扬你都来不及 表扬我什么呀 这都是因为你 这是你的功劳 好 老文 跟嫂子说 你成天在山上转悠不着家 怎么都到你那儿去告状了 你要和嫂子多说说话 我知道 可是你看这树长得这么好 满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 我怎么能在家里待得住啊 现在村里大伙都明白了 谁种树谁受益 好 种树得三分种七分养 要是养护不好啊 就像吃一天倒黑的木瓜粮粉 一泡尿就撒完了 你还真提醒我了 我得赶紧扩大我的护林队 把这满山遍野的小树苗 都保护起来 我想在三年内 再种树一万亩 可是我眼下的困难 是没有树苗 你得帮我 我也没有了 啥你没有 你一个林业战战长 你忘了你答应过我的 你说只要你种树 成活力达到百分之九十 你就免费给我提供树苗的 县机关后天要下枪搞绿化 县里刚从我这儿 调走了两万多棵树苗 我连夜给运送过去了 啥声声声 后天呢 那你那些树苗运到哪儿了 县苗圃 好 爸 这衣服从哪儿弄来的 这样 要感谢你林业战的罗叔叔 是他还给我借来的 像不像一个干部啊 像 好看吗 好看好看 爸 我问你要等一会儿 什么 爸 你蹲一下 蹲下干什么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这干什么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妈 你看 像不像偷地雷的鬼子 鬼东西 巧妹 这啥时候了 还跟你爸开玩笑 你爸他们呢 来回走七都里路呢 你说 这能行吗 你要是被抓起来 我可给你送饭去啊 那多丢人哪 看你说的 我们又不是去杀人放火 这事儿 我有数 儿子 哎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成败 今天晚上就看他了 开路 是 好 师傅 师傅 谁呀 大半夜的 干什么的 师傅 我们是县里来 让派我们来取那两万棵树苗的 这么晚了 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啊 有条子吗 哎呀 我们接到通知太晚了 没来得及开条子 不过 局长给你带了点好吃的 他说啊 你们职业班的特别辛苦 该吃吃的 该喝喝的 这局长也真是的 哎 那两万棵树苗 放在哪儿了 呃 在后面 哦 那能给我们开门吗 可以 两万棵都拉走吗 都拉走 喂 请问是梁傅先生吗 啊 我是梁国栋 傅先生 我是林业局的一文局 不好了 傅先生 我昨天刚从林业上 掉了两万棵树苗 全被偷了 是不是让公安局介入一下 案子我已经破了 谁干的呀 我这里有一张纸条 你听着啊 县领导 为感谢国家救济 海雀村民自愿绿化荒谈处理 一言公文旅行太慢 二是季节不能耽搁 今晚特界树苗两万棵 再来年育苗成功 我会如数奉还 海雀村文朝荣 那可不行 明天必须让他送回来 要不后天全县机关的绿化活动 可就全泡汤了 不能从别的地方调树苗吗 没有啦 这还是昨天从横底乡调过来的 这咱们也太大了 我请求副舰长 必须严肃处理这个问题 义局长啊 我跟你的意见倒是不太一样啊 我觉得啊 文朝荣是一个难得的好干嘛 你想想 如果咱们贺帐县的 所有的村党政书记 都像文朝荣那样 那么我们贺帐 青山绿水的日子还远吗 咱们贺帐 飞 虎啊 山上松 松树脚下海涌 飞 只能有心在松树 我倒不肯柴狗 不肯柴狗 爹 我说你们你们你们怎么走的 你们来干什么来了 我们来断书 种书怎么有你们的份呢 你们应该在学校好好地念书 快回去上课去 爷爷你忘了 今天是星期天不上课 星期天不上课也不行 你们回家总有作业吧 你看看这些种书 你们有那些搞八糕吗 种书的事是大人干的 爷爷要是我们再不断书 我这日子就没撒过了 所以我们是为自己来种书的 还一套一套的 跟谁学的 礼 湛儿 过来 把这些个孩子 通通地给我领起来 送送苗去 好 好 快去快去 来 赵哥哥走 走 到这儿 慢点儿啊 孩子 孩子 没事吧 孩子 没事 没事 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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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了 孩子 孩子 孩子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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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怎么了 他怎么了 爷爷我知道 他是饿的 饿的 谁在吃的了 谁还有吃的盒水 谁有吃的 谁拿出来啊 谁有吃的 谁有吃的 来 这越快到生啊 就应该越活动才行 当时啊 我生你大哥的时候 我还在地狱头干活呢 差点升到地里头 妈 我不是不想走 就是卖不了腿 越走腿越沉 回家 我给你主俩鸡蛋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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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兄弟们 我给你们送点吃的来了 兄弟们送吃的来了 别让我分一只 多来你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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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 别问了 快让大伙吃吧 天天肚子好种树啊 咱们有好几万根树要种的 啊 快去 去呀 去叔 我还是小时候吃过鸡蛋呢 太好吃了 嗯 要是好吃 吃完了 你可要多种树 放心吧 知道了 哎 哎 哎 你觉得怎么样 好多啊 好多了 嗯 好 多吃点鸡蛋啊 待会儿阿姨给你喝点水 哎 你会觉得更好的 啊 爹 你怎么不吃啊 啊 我刚才上山之前 已经吃得饱饱的了 这碗歇会儿 忙你煮鸡蛋啊 妈说了不用了 来 走 哎 哎 大家休息得差不多了吧 哎 哎 咱们在种树之前啊 唱一个山歌 这样呢 种树也就不累了 哎 小伙子们你们得好好唱 唱好了 就可以把咱们海区山外的姑娘 唱到山里来 而且还能把咱们的姑娘 留在海区 唱个山歌好不好啊 好 好 来唱起来 真说 您年轻的时候唱歌最好听的 您给大伙儿唱一个呗 唱一个呗 唱一个呗 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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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就唱 种树之人表会心有 音乐 唱个颈 小小树苗会长大摇 一年更别一年轻有 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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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树的时候 不就要编一个种树的歌吗 好了好了好了 我瞎编完了 大伙赶紧种树吧 大伙大伙赶紧种树 快点抓紧点 老婆 你有啥事跟我说 开来 我和你 我和你 你 你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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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海 快拿点水来 快拿水来 快拿水来 我这儿有水 妈 妈 这怎么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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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没事了 你老婆 你怎么了 嗯 那现在 又生了会参与 她都快要生了 啊 哎呦 快生了 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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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再也不吃您的鸡蛋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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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编叶子 clvence 监叶子 赞李白 了 佛 ki白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是咱们上回啊 一起合计出的村民公约 我把它整理出来了 你们再看看 需要补充啥 咱们一条条的过啊 现在我们学一下生字 依依依 依问的依 依问的依 是荒霜 霜雪的霜 霜雪的霜 老师我家风家前上 词说那是月光吗 老师我爸爸去外面挖霉了 两个多月没回家了 见到月光爸爸会自故乡啊 咱们这回制定出海雀村 第一个八项护霆公约啊 要是我们能够表决同意了 明天开村民大会通过 我没见 我同意 我同意 通过 这是李白很著名的一首诗 快奖霉宫 くくく Somethin 快奖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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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妹 快把这报喜的红木条挂到树上去 爸 妈 爸 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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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乡里特意为我们海雀村小学 派来的杜燕老师 大家欢迎 杜老师可能还不知道 咱们海雀村每年冷得特别早 一刮风下雨下雪 因为学校没有房顶没有门窗 孩子们就不愿意到学校来上课 到家里抓都抓不来 他们嫌冷啊 我今天把你们请来 就是想让你们想想办法 看看咱们怎么才能把 小学校停课的事解决好 在学校的房顶没有修好之前 把村委会拿出来 给娃娃们做学校 不能停课 请大家说说吧 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这个学校房顶的事 我实在是没办法 这个门盒窗的木板 我可以去我亲戚家 跟他商量一下 从他那儿解决这木头 可是房顶的事 是最重要的呀 是啊 如果万一再出的事 那后果可就 房顶的事 我来试试 来 老伙计 多吃点 来 你干啥呢 这人还不够吃呢 你还喂牛 你想干什么 老婆 老婆 在学校 屋顶给冲坏了 娃娃们上学没教师 我下 你是想把牛卖了是吗 你把牛卖了 递谁羹啊 我们家人怎么活呀 你别夸张呀 活总是有办法的嘛 这离地的事 包给我 我来想办法 你别想 你想什么办法呀 你满脑子都是村里边那点事 你想什么办法 你给家里边想什么办法 老婆 我保证 从现在起 我就想家里这些事 你可别再哄我了 咱俩都过了大半辈子了 我还不知道你吗 今天就说破天 你也不能把牛卖了 老婆 咱地不干 就无意春 娃娃不念书 可要误了一辈子 那去找别人去商量啊 你干嘛非要卖我的 你求我你 那你说咱们现在 海蝎村哪一家有办法 你说出来我去找他 我不听 我就是不听 我就是不听 妈 妈 你卖过好多好多金草 再两年 金草叶叶叶多了 妈 妈 爸 你怎么了 没事 来 喂牛去 你别喂他 妈 到底怎么了 你把他 要把那牛给卖了 要把那牛给卖了 什么 爸 要卖牛 爸 爸 是真的吗 爸 是真的吗 小妹 我这么做 是因为娃娃的学校 没有屋顶 桌椅板凳也没有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上学吧 一到冬天 你就不愿意去学校 那是因为学校漏雨 那冷 这些娃娃不能不上学 不能这样 不 我不吧 那个牛就是从小我为大的 你要卖他 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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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 凭什么别人读书 要卖我们家的牛 你听我说 他们那些村民也是 足足备备地住在这儿啊 他们也是我们的亲人哪 他们这些娃娃不能不念书 要是没文化 今后进了城 连厕所都找不到 找工也没人要 我不同意 我不管 我不管 牛就是不能买 不能买 不能买 爸 你不能上乡里要点钱吗 乡里要什么钱 连工资都发不了 他们有钱来修得学校吗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 买我们家的牛啊 你为什么 害我们家的牛啊 难道没有毕业的办法了吗 儿子 爸 爸求你了 你倒挂上去 抗几点煤 挣点钱回来 咱们修学校 这钱就算 爸求你了 这钱我一定还给你 爸 爸 你不能让我过去 爸 你不能让我过去 我要是他疼了呢 我可还有呢 我可还能回来吗 爸 不 爸 爸 妈 妈 你求求爸爸 你求求爸爸呀 妈也求求妈妈 您好 着急 我跟我那几个姐们说了 看能不能凑点钱 你到乡里边看完会 就早点回来 你拿它干吗 这不是年轻的时候献过鞋吗 给我 你要到乡里去卖鞋 给我 等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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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 一定要给环球找个好人家 小妹 小妹 这朗里的活儿不是你们干的 是 是畜生干的 把箱子给我 爸 给我 这活儿不是你们干的 是畜生干的 爸 爸 给我 不是 这是我干的 爸 爸 来 来 来把好礼 走 好 那 不要 想放开 这暂时 如果你们还没好 再来 把窗戏 听到 你耳联想 你帮忙 我的面子 很容易 无其他的 我就 缓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村走在绿化环境保护生态的最前列 希望乡请您把这个枝树枣林坚决进行倒闭 给全县 全地区 全贵州省做个榜样 这回你们海雀可以甩开网子大杆了 真想到 我今天找你来啊 还有一件事情 天下亨地区任务十分艰巨 去理想 推荐你当主管林业 农业的副厢长 今天我找你来 主要是想听听你有什么想法 如果没啥问题 我马上报请县委总部 相长 你不是不知道 我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 你把这么个重担交给我 我怕别的 我怕悟了事 我怎么能对得起长啊 那你到底想干啥呢 我 你看我家海雀村吧 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通电 工具也没有修好 虽然我们在植树造林方面 做出了一点成绩 但是 我们村现在 还是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 所以我想 把那些工作做好以外 我要请一个农业专家 来教教我们科学种田的事 文朝荣啊 文朝荣啊 你小学三年级文化 你懂得科学种田吗 我就是不懂 我才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帮助 我懂你呢 其实你的想法 都想到我们前面了 今后请教授 请专家 我一定对你 好 听说吧 美丽的杯子 最满汗美酒 最满新的结果 最满夜 最满夜 阿地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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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里阿地里阿 快走 快走 今天晚上 你坐下 我来给你洗脚 来 你干什么呢 你给我洗脚 对啊 你给我洗什么脚啊 你忙了一天了 我给你洗洗 你说咱们村里边的人 都是女人跟男人洗脚 哪有男人跟女人洗脚的 你说这要传到外面去 这不笑到大牙了都 让他们笑好了 我愿意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老婆 你这辈子 实在是太辛苦了 我欠你欠的太多 来 你还知道欠我吗 你还知道欠我吗 那就慢慢还吧 那好 那就让我从今晚开始还 你干嘛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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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你 看 笑什么笑 作业写完了吗 写完了 我 拿来让我检查一下 哥 哥 爸 你看 来 你给我洗脚 我代表赫章县委 县政府 对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的三位专家 到我们赫章来考察 表示热烈的欢迎 谢谢 据我们的研究 这里的大部分地区 属于卡斯特地茂 非常不适合人类居住 那你们建立实验区的目的是什么 你们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们建立实验区的目的 第一 要解决经济贫困 第二 生态恶化 第三 是人口膨胀 这样三大难题 这三个难题很难攻克 他们互为因果 恶性循环 在世界的很多地区 制造了饥饿 贫穷 甚至战争 你们是如何克服上述困难 让梦想变为现实的呢 我们有勤劳的人民 有党和政府的支持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 不断地寻求解决方案 但是遗憾的是 目前我们找到的答案 都是令人失望的 毕竟实验区的发想地在海区 你们可以到那里去考察 我相信你们到那里 会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婆子 这辈子 我最想做的 就是能好好地伺候你 你说啥 太阳 大西边出来了 我这辈子了 最对不起的就是你 可最小的我的 也是你 最让我放心不下的 更是你 我这辈子 我这辈子 欠你欠的实在太多 我都跟你过了大半辈子了 我都跟你过了大半辈子了 还说这些 不贤不淡的话干啥呀 你还在跟我生气 生气 要下辈子 你愿意嫁给我吗 不嫁 不嫁 你不嫁 我嫁给你 这样我就可以给你 天天的洗酒 做饭 洗衣服 我到中国是中国 我到家先是海贱 我又爱我的中国公国 我又爱我的家乡海贱 我又爱我的家乡海贱 谁说命中 注定要受苦 一辈子要定一句话 会向前往不幸福 走出这颗 滚烫烫的心 听起这身 铁打的骨 撒进汗水中的不识树 撒进汗水中的不识树 是梦中 雨水和青山 是留给子孙的残茫 透出这颗 滚烫烫的心 听起这身铁打的骨 撒进汗水中的不识树 是梦中雨水和青山 是留给子孙的残茫 有点滚烫的不识树 是梦中的不识树 把愛情送 把愛情送